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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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美国隔夜短期贷款利率大幅上升 美联储在周二到周四一连三天 紧急向隔夜债券回购市场注资超过2000亿美元 以控制短期利率走势 而较早前美联储主席鲍娃尔强调 流动性抽紧不反映经济状况 今天可以来关注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在19号证实 美国已经向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长扎里夫 发放了签证 以出席在下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在推特上发帖 指扎里夫将会在20号早上 启程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而伊朗国音电视台早前报道 鲁哈尼和扎里夫的签证 因为不明原因 迟迟仍未获得签发 所以考虑取消行程 而扎里夫就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企图延迟签发伊朗代表团的签证 沙特石油设施遭到破坏之后 美伊关系更加紧张 美国直指伊朗是袭击的幕后元凶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19号警告美国说 如果胆敢军事攻击伊朗 必定会触发全面战争 而早前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遇袭 美国一口咬定伊朗神幕后黑手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也从沙特转抵阿联酋 协调对事件的立场 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不管是美国或是沙特攻击伊朗 都会触发海湾地区全面战争 伊朗军方将领也尽 警告说敌人最好认清这一点 伊朗部队全面备战 侵略者轻举妄动必定后悔莫及 扎里夫在推文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把沙特石油设施受袭击一事 等同战争行为 蒙骗美国总统特朗普企图催生战争 蓬佩奥19号结束沙特之行后 抵达阿联酋 并与阿布扎比王储扎耶德举行会谈 双方就有沙特石油设施 遗遭伊朗袭击一事协调立场 蓬佩奥会面后说 此行是要确保了解区内的朋友 怎样看待伊朗当前过程的挑战与威胁 美国正努力组建外交联盟 以期为区内达致和平 他还说美国将大力制裁伊朗 削弱对方发展导弹 及资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能力 阿联酋当天宣布 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护航 保护中东地区的航道安全 富环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19号 就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召开记者会 国防部发言人重申 美方认定伊朗应该为事件负责 但是也表示希望避免冲突 以及伊朗重回外交轨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重申了美国政府 在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件上的立场 认定伊朗因为事件负责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强调 美方的目标是阻止冲突 并和伊朗重回外交轨道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言人当天还表示 美方将协助沙特增强石油设施的防御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 他已指示财政部长大幅增加对伊朗的制裁 但截至目前美国财政部没有发布任何新的对伊朗制裁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遭受袭击 使得整个中东局势也再度紧张起来 美国指控伊朗是背后黑手 并且威胁要对付伊朗 但是有叙利亚专家就认为 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舆论外交和政治战争 但是美国是不会攻击伊朗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的报道 也门的胡塞武装虽然已明确宣布 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经历的需要设施 已迫使沙特停止对也门的战争 但沙特和美国还是指控伊朗发动这次事件 并威胁要对伊朗作出回应 继续专家表示 这时的美衣重新爆发政治和外交战争 更会使得沙特阿拉伯積得购买美国现金武器 跟着沙特国防部所说 这次攻击的来源不是南部 而是来自北部地区 沙特并公然直控伊朗发动攻击 美国和沙特两国的不少政治家 开始呼吁美国进攻伊朗来威慑一方 不要再发动任何事件 但是专家认为美国不会攻击伊朗 因为美方明确清除一方与其文有的潜力和立场 这次攻击伊朗也认为美国和伊朗 之间的外交和媒体战争 但是观察家还是认为 美意发生直接冲突的机会不到 因为美国十分清楚 刺激伊朗后果严重 伊朗的能力也不能小看 伊朗的盟友国家对此也不会保持着沉默 好 先过话题 我们也来请到时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做一下点评分析 邱振海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 是因为沙特这个袭击事件的相互喊话 不断地暗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那您怎么来评价现在的中东局势呢 中东局势确实一出西发 但是战争确实扑朔迷离 但战争是不是一出西发 我们现在有待观察 所以扑朔黎明 这个事儿背后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 谈真的想起来没有人知道 但是很多人都会有所怀疑 因为现在当然是 昨天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出了一份报告 不知道是自己出的 还在美国压力之下出的 因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 非常错综复杂 但是在这之前 当沙特出的报告之前 美国就一口咬地 是伊朗干的 那么这个给人感觉是有点 有点先入为主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历史上 曾经有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无论是战争爆发还是冲突爆发 一种是客观原因自己推动的 还有一种就是 我就是要调你的茬 然后故意制造一些事端 让你来产生 所以到目前为止 阴谋阳谋 还是故意还是客观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中东局势扑朔黎明 大概最后可以归结到 美国和伊朗的 长期的结构性的 这种战略矛盾 但这种战略矛盾 无论在美国的鹰派 还是各派之间 其实就分歧了 大鹰派博尔顿 现在走了 那么如果按照博尔顿的 这个想法 一定是要把伊朗铲除 一定要进行军事 进行武力的 武力的这个清除 但是在其他的鹰派 包括美国总统 特朗普之间 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念头 或者像刚才新闻片里 我所说的那样 鹰派是不是有能力 让特朗普相信 一定要出兵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非常要 需要谨慎的有点观察 因为长达十几年以来 我们就一直认为 伊拉克产出容易 要产出伊朗不容易 伊朗不是伊拉克 不是美国能够 这样轻易对付的 一个对手各种原因 如果美国能够 能够轻易产出的话 1979年 当时人质失信的时候 就产出了 1991年 顺便在打伊拉克的时候 就产出了 2003年 第二次台湾战争的时候 恐怕也能够产出 之所以没有产出 一定是有 伊朗所谓的 不可撼动的一个原因 那么美国的策略 到底是什么呢 我看产出伊朗 恐怕在选项当中 但这是一个不现实的选项 就游如要到天上去 在月亮 来的那么不现实 但是削弱伊朗 跟伊朗形成一种 长期的一种纷争 无论是让沙特买武器也好 或者达到美国的 其他目的也好 这恐怕是美国 一个真正的目的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不说迷离 一触即发 但是真正爆发的可能性 我同意刚才 叙利一些专家的意见 恐怕还要有待观察 好的 感谢邱先生 我们带来的点评分析 另外我们也来看到 一幅政治漫画 而这幅漫画呢 乍一眼一看 觉得有点眼熟 这个呢 是美国经典的征兵广告 只不过呢 把原版的那个山姆大叔 换成了一位沙特阿拉伯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沙特人呢 仍然是一手指着前方 而下方写着 我要你加入美国军队 那由于沙特阿拉伯 油田遭遇袭击之后呢 沙特是展示出了一些 攻击油田的武器残骸 就指示伊朗参与了行动 而美国呢 也采信沙特的指控 对伊朗也进行了谴责 所以漫画也是在讽刺 说沙特意图将美国 拉入区域战争 好 我们上次休息 下一节环球聚焦 带您关注更多的 国际焦点话题 稍后见 欢迎回来 在哈萨克斯坦 演习部队发射了 伊斯坎德尔 M型短程弹道导弹 模拟对100公里之外的 恐怖分子据点 实施攻击 而在俄罗斯中部 有工程车在河岸边 搭起浮桥和坦克部队演练 现场指挥官表示 当天的演习重点是参演编队 在充满河流等自然屏障的区域 被敌方扰乱的情况下 如何继续作战 这次演习的最后三天 在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 总共有来自俄罗斯 中国 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 超过12万名士兵参与 焦点转到英国 英国脱欧困局 似乎是露出了曙光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表示 只要有替代方案 取代北爱尔兰边境后备方案 就可能会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认为 脱欧谈判已经取得进展 约翰逊19号到访英格兰西南部一个军营 期间他指出 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对于北爱尔兰边境后备方案的评论 显示脱欧谈判出现进展 不过约翰逊强调英国仍然要为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 英国内部对于如何摆脱当前困境有不同看法 下议员议长伯科就认为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 包括进一步谈判和举行大选 甚至不排除进行第二次公投 去化解脱欧僵局 另一方面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19号表示 如果北爱尔兰边境后备方案 能够以替代方案取代 就有可能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但他不清楚达成协议的机会是否超过五成 他又说 只要有方案能够符合各方目标 欧盟方面并不需要后备方案 法国总统马克龙 接受时代周刊访问时就说 在脱欧谈判上 他会把法国的需要放在首位 以确保在英国脱欧之后 欧洲单一市场 以及关系到北爱和平的贝尔法斯特协议 保持不变 他强调脱欧僵局是英国 而不是欧盟的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最高法院复合约翰逊政府 领导国会休会决定的合法性 为期三天的听证 在19号结束 而法庭听取了来自苏格兰 北爱尔兰 威尔士地方政府 以及民间人士代表律师的意见 代表英国前首相梅杰的律师卡尼尔 批评现任首相约翰逊不诚实 认为休会五周没有正当理由 而11名大法官将会在下周初 公布最终的裁决 19号在英国最高法院 苏格兰北爱尔兰 威尔士的政府和民间代表 都发言表示 约翰逊修会的决定否定了国会的权力 对脱欧会产生重大影响 代表前英国首相梅杰出庭的律师卡尼尔 用不诚实的房屋中介做类比 质疑约翰逊政府提供证据的可信度 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金恩表示 即便法院裁定修会动机违法 但关于修会的时间长短不是由法律规定 而是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利 国会依然可能保持修会到10月14号 民间人士米勒的代理律师 潘尼克表示 政府决定应该基于可能的社会后果 而不仅仅是自身需要 经过三天听取各方意见 11名大法官在下周早些时候做出裁定 当地分析人士认为 约翰逊不论是令国会修会 还是与国会对不过 公堂客观上都起到了拖延时间的效果 距离10月17号 欧盟峰会召开 所剩时间不多 即便法院和女王在此期间呢 都被动的卷入脱卧的漩涡当中 仍然难以避免无协议脱卧的后果 放尾卫视周立平陈勇 伦敦报道 以色列大选 根据初步的计票结果 中间党派蓝白党 获得议会120个席位当中的33席 比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 要多两席 组建新政府可能会再现僵局 而内塔尼亚胡19号 邀请蓝白党领袖甘茨 组建联合政府 但遭拒绝 甘茨更要求内塔尼亚胡 加入由他领导的联合政府 大选结束两天后 内塔尼亚胡和甘茨 一同在耶路撒冷出席 以色列仪顾总统佩雷斯的纪念仪式 并在现任总统李弗林邀请下 互相握手 内塔尼亚胡在仪式上致辞是表示 没有理由举行第三次选举 应尽快在没有坚决条件的情况下 与甘茨就建立联合政府举行会谈 内塔尼亚胡当天也发布了一个视频 邀请甘茨见面 推动这一进程 不过甘茨当天下午发表声明 拒绝内塔尼亚胡提出 组建游利富德集团 蓝白党 极右翼和极端正统派犹太政党 组成联合政府的提议 甘茨同时宣布 蓝白党在此次议会选举中获胜 要求内塔尼亚胡加入 在甘茨领导下的广泛的自由的联合政府 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当天早些时候 又一政党签署了一份文件 声明他们只加入 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 如果各方在数周之内 无法达成一致 组建执政联盟 以色列将可能举行 第三次议会选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19号 对两份有关叙利亚停火的 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两份草案都没有获得通过 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 恐怖组织势力的不断扩大 是叙利亚人道问题的根源 安理会应该团结一致 解决这个问题 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召开会议 并就两份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比利时德国和科威特提出的草案 要求所有各方在9月21日中午前 在伊德利普停火 中俄两国对这项草案投出了否决票 草案未获得通过 另一项草案由中俄提出 要求在实现停火的基础上 强调对当地恐怖主义活动的担忧 美英法对这份草案投出了否决票 草案也未获得通过 恐怖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地区 不断扩大自身势力反围 是伊德利普人道问题的根源 也是该地区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 安理会应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中方建设性地参与了安文磋商 并提出了合理修改意见 但很遗憾 刚刚表决的草案 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为解决中方的核心关切 因此中方投了反对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在会议上表示 叙利亚人道局势复杂敏感 不能选择性地关注某些问题 或者将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 张军强调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叙利亚的人道问题 同俄罗斯提出的替代性决议草案 综合考虑了人道局势和反恐问题 中国坚决拒绝英美国家的无端之责 中方坚决拒绝英国 美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之 并从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出发 独立决定自己的投票立场 任何国家都无权说三道四 我也想指出的是 当今叙利亚的局面和叙利亚人民的苦难 恰恰是有些国家的错误行动所致 真正应该反思的是这些国家 这两份草案的最大分歧 就在于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停火 应不应该适用于反恐行动 以美英为首的国家认为 如果支持反恐行动 那么则会继续允许俄罗斯 无差别的袭击叙利亚的人道主义设施 但是俄罗斯方面回应表示 反恐行动 尤其是那些针对已经被安领会列入 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是个体的军事行动 不应该被纳入为人道主义停火的范畴之内 凤凰卫视陈银谦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好 稍事休息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晚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众人新闻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9号证实 美国已经向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外长扎里夫发访签证 以出席下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伊朗外交部发言员也在推特上发帖 扎里夫将在20号早上启程前往纽约 俄罗斯和多国联合部队针对中亚地区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所举行的中国2019军演 19号展开最后阶段演练 这一次演习总共有来自俄罗斯 中国 巴基斯坦等八个国家 超过12万名士兵参与 英国脱欧困局露出曙光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表示 只要能以替代方案取代北爱尔兰边境后备方案 就可能达成新的脱欧协议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表示 脱欧谈判已经取得进展 不过仍然要为乌协议脱欧做好准备 以色列大选根据初步计票结果 蓝白党获得议会的120个协位当中33席 比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多两席 内塔尼亚胡19号邀请蓝白党领袖甘子 组建联合政府但遭拒绝 由于美国隔夜短期贷款利率大幅上升 美领储在周二到周四一连三天 紧急向隔夜债券回购市场 注资超过2000亿美元 以控制短期利率走势 而早前美联储主席巴尔沃尔强调 流动性抽紧不反映经济状况 转到香港 在香港东铁列车出轨严重事故 其中六节车厢停放在洪汉站两天之后 20号的凌晨被拖回车场 洪汉站月台已经可以使用 港铁凌晨安排一部拖拉车 以缓慢车速将六节车厢 脱离洪汉站的一号月台 再送回沙田车厂 沿途有工程人员视察 港铁也安排了大批人员 更换有裂纹的路轨 并且在出示路段重铺路基工程 港铁表示 洪汉站附近修复工作大致完成 月台已经可以使用 当所有安全测试完成之后 将会尽快全面恢复列车服务 而香港特区政府在周四宣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部分的主要官员 将会在下周四的晚上七点到九点 在湾仔出席首场社区对话 港府指 社区对话是一个公开对话平台 目的是走入社区 邀请社会各阶层人士向政府表达意见 以探讨目前社会的不满 及寻求解决方法 有兴趣出席的人 可在周四至下周一中午十二点期间 透过网上或各区民政咨询中心 递交登记表格 首场社区对话名额有150人 如登记人数超出限额 将以电脑抽签方式抽出出席人士 林郑月娥日前表示 对话的对象要广泛 不分阶层不分立场 尽量公开透明 让传媒可在现场采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香港新岛日报的消息 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 目前还在持续的困扰着香港 再加上外围因素的影响 也让香港的零售业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其中饱受游行示威柔宁的湾仔和铜锣湾 这两个原本的旺区呢 现在也变成了重灾区 像是餐饮和零售都是大受打击 区内的店铺啊 现在就算是减租三到四成 也没有人敢租 而业内人士就说了 说未来这个空置店铺的数目 还会越来越多 而租金呢 也预料还会继续下降 另外再看到信报的消息啊 同样是关于香港 香港目前的整体住宅楼市呢 也是连月受挫 虽然目前还没有蒸发掉 今年的升幅 但是也有部分的 二手私人住宅楼的楼价 已经不如大事的整体水平了 单单是在九月份的头十九天 有媒体就已经统计出 说至少有四十一个 二手的屋院价格 已经回到了一年前的水平 意味着过去两年的升幅 几乎全部归零 另外再来关注到 针对近日不分美国议员 向国会众院提交 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中国外交部在19号批评这一法案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近日美国不分议员 向国会的众院提出 所谓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这一法案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向藏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的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涉藏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停止推动相关法案 停止利用涉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台海两岸开放互动30多年 在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之后 2018年国台办发布会台措施 具体给予台湾同胞同等福利 不但彰显了两岸一家亲的情感 更是让台湾民众切实收惠 我们一起来看新中国建国70周年系列报道 1949年两岸分割 直到1987年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探亲 才重启交流 1992年10月 海鞋海基两会在香港举行事务性会谈 达成九二共识 在此基础下 2008年落实两岸之行全面解禁 大幅提升经贸往来 根据官方统计 2018年已经有超过百万台胞到大陆就业 而为了让台湾民众切实受惠 促进两岸实质交流 国台办2018年2月28号 发布30一项会台措施 提高台商投资的待遇 并放宽台湾民众在大陆就业的限制 那这个你可以说是一种更大方的分享 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自信的展现 当你有了成绩 家人有了好的表现 然后自己的同胞 自己的兄弟也能够来分享这些好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比嘴上说一句两岸一家亲 要更实质的让台湾的家人有了回家的感觉 只要台湾同胞到大陆来 我全部都是同等待遇 那这个精神这个目标 那个就是接住了一个 我就是大力拥抱台湾 然后对台湾人宣誓 我们就是同胞 但面对大陆的全面让利 蔡英文政府却违反民意横加阻挠 2018年11月的台湾地方选举 民进党大败 台湾民众用选票证明 他们对现况极度不满 每个市场都争取机会 和大陆展开城市交流 而根据统计 2018年台湾对大陆的顺差 高达1300亿美金 不但证明大陆经济发展的实力 更显示出大陆市场对台湾的重要性 而对台湾的优秀人才来说 快速发展的大陆 更是不能放弃的舞台 大陆现在这个尽全力在发展5G产业 那会对我们的这些高科技人才 有一些吸引力改革开放之后 再配合他的一带一路政策 那基本上呢 到中国大陆就业 对某一些喜欢挑战年轻人来讲的话 那可能是他也某程度上代表 他可以进一步去跨足国际 从1987年两岸融兵 到现在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文同种的台湾 无论企业或人才 都期盼两岸能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共创更好的未来 凤凰卫视苏敬芬 柯志强台北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 也在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当中 向中国民众表示祝贺 15年前 穆萨维曾经担任过伊朗驻香港的总领事 他对香港和凤凰卫视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也是他最先开始帮助凤凰卫视 在伊朗建立记者站 使凤凰卫视成为最早在伊朗建站的 华语电视媒体 此时正逢中国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 穆萨维通过凤凰卫视 向中国民众表示祝贺 穆萨维说起他在香港的回忆 认为香港是个非常适合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但现在他为香港感到忧心 穆萨维强调伊朗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香港 支持中国的政策 希望香港尽快恢复繁荣稳定 穆萨维认为最近伊朗外长加里夫和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对中国的访问 象征着中国关系的新片状 中国访练是arb Italy和将或吓戒李 香港都有在香港自身的標分 quindi能提供设得超于它的重要的关系 和伊朗亭 他福尔伊朗 我和以前提供提供去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台北记者彭诗婷介绍一下 诗婷你好 先生你好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时报的消息 洪海集团前董事长郭台铭推出大选之后 最新民调显示 国民党大选参选人韩国瑜的支持度为25.7% 蔡英文为32.6% 双方的差距虽然较上个星期有拉近的趋势 但仍有6.9%的差距 在看好度的部分 40.6%的民众是看好蔡英文夺盛 认为韩国瑜一面大的人有22.8% 显示蓝绿士气确实有不小的差异 再进一步的分析 韩国瑜在高雄没有办法发挥指正的优势 反而支持度落后蔡英文有20个百分点 差距为全台最大 好接着来看的是联合报的头版消息 高雄市接连发生杂电街头动欧开枪等事件 警政署长昨天对高雄市警方的表现强烈的不满 指派刑事局长 下就是率队南下坐镇 而台湾的内政部长呢 今天也要赴高雄强调高雄的治安明显应该是要整顿的 但其实啊将是在屏东桃源也爆发大型的社会案件 蔡政府为何单单挑高雄整顿呢 此举是拼治安还是拼选举 韩国瑜就表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最后来关注今天台北站的采访重点 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近日陷入论文的风波 外界就发现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晚了35年 才进到图书馆建岛 而且缺少主考官的签署 有学者想要翻阅她的论文 也发现规定是异常严格 连在使她是否拥有博士学位也受到关注 蔡英文的论文疑云越卷越大 如果没有办法一一的重新 也将影响到大选的选情 另外来看到的是明年大选 也将同时举办立委的选举 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要挑战艰困的台南深入选区 今天会在台北的街头造势开奖 希望能够带动立委的选旗 以及国民党的士气 后续消息台北站也会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将现场交换一个陈子 好的 感谢施婷 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 来关注到香港警方在昨天上午 根据线报 是分别在香港的长沙湾一个单位 还有油麻地的一家宾馆 捡获了总共有18公升的液态可卡因 以及300克的绿安酮 而这些毒品在黑市价值2000万元 而在这次行动当中 同时也拘捕了一男三女 总共4名马来西亚籍的嫌犯 涉嫌贩毒 他们年龄是介乎19到20岁 警方表示相信这次行动 已经堵截了这批毒品流入香港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受到环球贸易冲突加剧的影响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周四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到10年低位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宣布 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3.2%降至2.9% 增速是10年来最慢 明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就有3.4%降至3% OECD指出 自从上次5月更新经济预估以来 经济前景进一步恶化 如果各国政府对如何做出应对继续犹豫不决 全球经济有进入一个新的持续低增长阶段的风险 OECD指 紧张的贸易局势 针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 除了制造业产品受到冲击 农场也出现破产情况 所以将最大经济体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 分别下调至2.4%和2% OECD同时预计 中国也有受到冲击 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 分别下调至6.1%和5.7% 并指如果内需每年持续下降大约2个百分点 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连锁反应 组织又预计 即使英国平稳退欧 当地今明两年经济增长也比之前放缓 欧元区则受到德国经济放缓影响 今明两年增速也被下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四收盘涨跌户线 受到银行和工业类股的拖累 道指尾盘是有涨转跌 投资者仍然在评估美联储及全球多家央行的货币政策 并且关注全球商业局势的最新进展 我们具体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7,094点 跌52点 跌幅是0.19%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8,182点 涨5点 涨幅是0.07% 标普500指数收报3,06点 涨不足1点 我们具体来看 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早盘 五盘都是为直温和上涨格局 不过整体来看 全天仍然是窄幅震荡反复 那在昨天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今天全球也多家央行都是宣布跟进降息 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另外在道指方面 今天微软 陶氏杜邦 末沙冬制药 是全天涨幅居前 那一些生物医药类的个股 今天也是表现不错 联合健康集团也是录得了不错的涨幅 同时一些的能源个股 以及工业个股是表现不佳 那么迪士尼是领跌道指 早盘就是下错超2% 而标普白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是全天领跌 那么跌幅是并不深 下错约0.2% 而原材料板块及一宝板块 则是涨幅居前表现不错 科技板块在早盘是涨势强劲 五盘过后涨势有迅速的收窄 另外电讯板块和工业板块 都是五盘后转跌 那么消费品行业板块 今天整体也是表现不佳 而原料期货价格今天是小幅收涨 黄金期货价格收低 美联指数全天维持跌势 另外美联储降息之后 今天全球央行的动态是受到了关注 包括巴西 阿联酋 印尼 沙特 及约旦的五家央行 今年都是宣布降息 而香港的金管局 以及澳门金管局 也在今天是宣布了降息 不过虽然昨天美联储是宣布降息 但是联盟公开市场委员会中 内部的分歧还是相当明显 那么也令市场有所失望 认为未来美联储的降息路径 可能增添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 以上就是星期四美国股市情况 方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对于美联储周三降息的幅度 感到不高兴 他指出主席鲍威尔的工作是安全的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表示 美联储应该更大幅度降息 并且指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感到失望 特朗普说不觉得鲍威尔知道 如何在全球竞争当中胜出 但是也补充鲍威尔的职位是安全的 而副总统彭斯则指出 美联储应该仿效其他的国家央行 将利率减至接近零的水平 好 稍事休息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由于美国隔夜短期贷款利率大幅的上升 美联储在周二到周四一连三天 紧急向隔夜债券回购市场 注资超过2000亿美元 以控制短期利率走势 而纽约联储同时表示 会在周五早间进行回购协议操作 以帮助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1.75厘到2厘的目标区间 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由于美国银行系统 以隔夜债券回购方式融资市场流通 储备资金的紧缺 短期利率周一晚间一度大幅上升到10% 纽约联储银行立即从周二开始 一连三天以每天向回购市场注资 及时缓解了短期利率上升的压力 这还是自金融风暴以来首次 没有分析认为 虽然公司税务结账到银行提取大量现金 与政府发行债券成销商银行责任性认购 需要大量流动资金 都是正常的年度财政行为 但是由于目前政府发行债券充斥市场 而很多银行不愿意在利率前领够明朗的环境下 一方面应付公司提款的同时 再争持债券 所以到债券回购市场上 以目前所持有的政府债券 或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房地产做抵押的债券 做抵押来换取储备流动资金 结果导致债券回购市场 债券与流动储备资金供求失衡 利率大幅跳升的现象 这次联储银行注资行为周二 曾经是与参议的银行感到意外 而仅仅回购530亿美元的储备金 但是周四则超过认购 有专家建议为避免这种现象再度发生 联储局应该增加固定的注资回购行动 但是也不排除这次引发短期率上升的根本原因 有可能是整体金融系统流动资金缩水的更严重的问题的一种表现 凤凰卫视旁者丁夜永远报道 再来关注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第二阶段体育比赛门票 19号上午上线销售 当中包括了摔跤 基建 马术障碍赛 现代五项四个项目 武汉军运会第二阶段比赛门票发售四个新上线的项目 包括摔跤 基建 马术障碍赛以及现代五项 共计22个场次约7500张门票 比赛日期主要集中在10月19至25号 现代五项及马术障碍赛的门票数量较少 公众要尽早购票 而门票继续采取实时销售 先到先得 售完为止的政策 而在第一阶段上线的五个项目当中 跆拳倒计拳击项目比赛门票已经售庆 其余项目将在9月底集中上线 包括男子篮球 乒乓球 跳水等 而届时实体门票的销售 取票服务 游记服务等工作 也将同步启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也来看看军运会网页上的一些最新消息 从9月15号晚上的中超联赛 到9月17号晚上的全国田径精英赛 即第七届军运会的田径测试赛 目前都是顺利的举行 而武汉凌空港经开区也是度过了高效运转的两天 在这48个小时之内 凌空港是反应迅速 全面组织 可以说是把每场比赛都当作真刀真枪的战役 也顺利的完成了考验 而在接下来的军运会的最后备战阶段 武汉凌空港也还将会继续来查找薄弱环节 开展全面流程测试 继续的进行磨合以达至最佳的状态 而另外也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界的一个最新消息 中国组合可以说是提前锁定了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混双金牌 比赛是在印尼的日热举行 许昕和刘诗文组合以3比2反胜韩国组合 李尚珠和田智希进入到决赛 而另外一边王楚清和孙颖莎 则是以总局数3比1 击败了中国香港的黄振廷和杜凯晴 也是打入了决赛 也让中国提前锁定混双金牌 慧垂金华凤凰秀视频 最后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特别制作的短视频环节 OK我检查一下呢有子弹 我先看一下 啊哈这一 这边 终于放好了 software hardware this is a product quite new to the marketplace and one that's very exciting which is why we have it shown here and why it's down on the vehicle at the other end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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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写的 。 是的 。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地的天气情况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地的天气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地的天气 好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天好心情 我们再会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地的天气 好 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地的天气